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做開箱了 這次就是這部 TOKAE86 TOMICA就叫做近期少少 換了一個新包裝 最近阿啟介 FD也推出了 我原本應該好像 我記得上網有見過 已經有FC圖 但好像還未有 還未出 如果沒有意外 我應該會 儲完快樂 我會儲完FC TOMICA 之前都上網看過 有些照片 頭燈那裏 長期吸收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之前有開過一部 那時候那部是有跳燈的 網絡上也有看過 有一點風評 覺得這部是不錯的 更何況之前我都一早訂了 最近拿回來 開來看看 這樣開完出來之後 已經看到白露了 那裏面的盒子 那裏面的盒子是... 蛤? 那你有何作用呢 整個盒子這麼大 我以為他有什麼會搞到那盒子這麼大 根本上是... 沒用的 多個魚 真的 浪費氣 整個盒子這麼大 裡面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真的... 真的轉過新包裝 那部車又不是有大部 對 那為什麼他不回小盒子呢 那大盒又有碼訂了 來了 那... 先去看看吧 跟著那頓 呢? 是... 那...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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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現在就已經... 轉了做... 越南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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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就這樣看,質素是提升了 因為價錢,原本訂價是80元 到貨的時候,它就跟我說 不知是Yen跌了,還是來貨價便宜了 總之就是價錢變成75元 75元就可以買到這部86 你又沒訂到,又沒買的話 剛好見到現貨,可以賭取的 以TOMICA這個價錢,這個質素來說 這部86是OK的,做得漂亮的 起碼開門位這些,那些縫位 不會像它之前的舊車那樣 那些縫位太大太闊 雖然現在都明顯看到的 但起碼已經改良了,改善了 看起來不要太突压 唯一可以挑剔的位置就是 它跳燈那裡,變成長關 但如果它做可以可動的話 我相信應該未必會是這個價錢 我相信網絡上面應該都有人做水貼 然後自己去貼一個13954 車牌 頭尾也是 算是這樣,OK 車尾的一些logo位這些 它都有貼到的 然後還有車頭這個 Juano 真的,都是一部霸露鏡 我期待它的F-C 就這樣吧 喜歡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記得訂閱 訂閱完按鈴鐺 下次我還有什麼新的開箱 大家回來再看 就這樣,拜拜 拜拜 字幕提供